转笔对许多人来说 或许是很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 但却有人很认真的把它当作一门记忆 并转出不同花样 究竟转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 据说在90年代 转笔已经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热潮 一笔在手 究竟能够玩出多少花样呢 转笔者通常会把多个招式结合起来 形成一段表演 每个转笔者都会从基本的Charge Sonic Time Around等招式学起 据了解 转笔招式虽然数不胜数 但是新的招式并不容易创作 因此近五年来只出现了两三种新招式 最新的招式就是叫Angled Tricks 普通的招式是扁的 不过Angled Tricks的招式在一个45角度做的 普通的招式是像这样 不过Angled的话就是像这样 刚接触转笔时 程卓温和吴文豪就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把基本招式练习 他们都是从网上的视频 认识和练习转笔的 因为没事做的时候 是通常都在YouTube看戏 对不对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到一个日本的影片 叫Japan First 是很像大概2008年日本的转笔的影片 我从那个影片我就看到了 然后我的兴趣就从那边开始 程卓温和吴文豪是因为通过转笔这项爱好 而成为好朋友的 他们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加入新加坡转笔组织 这个组织在2006年创办 当时这个兴趣在新加坡属于小众化 没有很多人在玩 直到六年后 因为网络视频才开始流行起来 当转笔的热潮在2015年达到巅峰期时 新加坡转笔组织曾一度吸引了100多名成员加入 年龄介于10到25岁 以男生居多 但是目前热潮已退 只剩下50多名成员 我们通常是用WhatsApp来沟通的 所以从WhatsApp我们会发视频还有照片 然后我们会问他们如果我们转得好还是不好 我们会问问看那个建议 转笔多年的程卓温和吴文豪 在转笔组织里已算是资深前辈 就像之前的成员看着他们成长一样 他们现在也看到新一代转笔者的崛起 我刚才试了一下 但感觉我的手指太僵硬了 确实要把笔转得好看 还要转出不同的花样 这是一门学问 而要转得好呢 就必先立其进 那支笔就是武器 但那可不是一般普通的书写笔了 普通书写笔的重量和长度 无法满足高难度的转笔招式 所以转笔者所使用的都是经过特别改造的笔 这些改造过的笔被称为转笔专用笔或PenMod 转笔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三 四支书写笔拼凑在一起 改造笔的有四个元素 就是有笔的身体就叫Barrer 多一个就是笔的Guy 还有笔的塑胶就叫Grid 多一个就是笔的Tip 我自己已经可能改造一百到两百多笔了 放在家还是卖给人 因为有些人会从我特别地定一个笔 由于转笔通常是通过视频来呈现的 因此除了旋转技巧和招式之外 拍摄视频也是转笔爱好者得花足心思的事 拍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的电话不能一直抖 因为一直抖的时候 那个转的效果不会这么好 还有如果我们在黑色的桌子转 我们应该用白色的笔 在白色的桌子转 我们应该用黑色的笔 不然看不到吗 为了测试自己的转笔功夫 吴文桃曾先后在2017年和2019年 报名参加世界转笔大赛 比赛是根据参赛者拍摄的视频来评审的 比赛共有六个回合 吴文桃获得的最佳成绩 是在2019年大赛中 顺利晋级到第二回合 程卓温和吴文桃目前在大学念书 于课与课业忙碌 他们投入在转笔组织和练习的时间 少了许多 盲归忙他们却仍然心系组织 只要能够帮忙的他们都义不容辞 因为他们当年还稚嫩的时候 转笔组织让他们找到了存在感和友情 他们表示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推动 在本地举办比赛